而且本人是美国纳税人,美国纳税人,美国居民, 你听那帮人吓唬造谣,天天造谣,怎么相信他们呢? 他们巴不得,我要真要是签证护照有问题,他们多高兴啊! 他们每天都是那种假信息下属骗的, 哎,光贵的签证有问题了,给领导报告, 哎,光贵的报告有问题了,有报告,一报告领导高兴了, 哎,光贵要离开美国了,就这种骗的, 就是咱们这个共产党,他就是个骗子出身,就是个乌托邦! 所以你看嘛,你往回看一年前啊, 郭文贵什么被意大利遣返了,在法国被抓了, 护照出问题了,成天是这事儿,为啥呀? 就这么简单,他们就是骗,就是骗! 下级骗上级,上级骗老百姓, 上级互相骗,然后再骗老百姓, 主机台上瞪眼说瞎话,装身弄鬼, 然后在那座子,写字儿,写字儿,很庄严。 那个叫董律是吧?这哥们太搞笑了, 这哥们太搞笑了,我哥们这, 这哥们儿真的像本山大师的学生啊, 挺搞笑的,这个… 让我感到真是不知道说啥好了呀? 不知道说啥好了呀? 咋说了呀? 北京人民支持我,谢谢,谢谢啊! 谢谢! 哎呀,这个…咱们的现在真的是… 咱们的这个党,咱们这个组织, 真的是没办法形容了呀! 没办法形容了呀! 咱们说对了呀! 我的秘书太好了,太好了! 上传我的录音,护照,啪啪啪! 你说他真是啊! 你说他们对这儿特感兴趣啊! 哪天我来个真身演一下子算了, 是不是推友们? 哪天我真身演一下子, 推友们在视频前看一看, 文贵是不是真的是他们第一集, 第一次的筛写视频, 还有强奸女员工那个早洩, 这个…然后呢, 再看看我是不是那个声音, 是不是那个感觉啊! 然后我昨天晚上, 我听了大概二十几秒吧, 啪啪啪的声, 真啪啪啪呀! 我听的是,真会造啊! 冰冰在阳光下对话太危险了, 因为他冰冰嘛, 怎么了阳光下对话, 他不画了吗? 冰冰我也认识是朋友, 不能伤害他, 他是无辜的, 被害者啊! 是王岐山这个老贼啊! 是他是个坏蛋! 他是个坏蛋啊! 台湾还说我骗人家钱起家的, 台湾共产党也起来了啊! 拿证据啊! 就用法律啊! 管说有啥用啊! 什么都给我要证据, 然后他们说说都不要证据, 是不是啊! 每天都一堆人, 夏之窗, 张之窗, 还有什么伪之窗, 天天给他要证据, 还是什么证据链, 传到郭文贵的时候就没证据了, 为啥谈郭文贵不能要证据呢? 郭文贵来证据啊! 是不是啊! 护照, 拿证据啊! 啪啪啪! 拿证据啊! 音频, 视频, 那不咱们党不早说了吗? 这都可以造假嘛! 那原来, 我说你的可以造假, 说我的就不能造假嘛! 这是直播, 这是直播, 是文贵真身直播, 不是那个盗国贼们, 这个盗取了我YouTube号直播, 你说我们党什么是真的呀? 连文贵的YouTube的账号都盗, 冒充老郭直播, 还搞个VOA中文直播, 是吧! 然后呢, 在这儿骇我的Twitter, 冒充我的女儿的名字, 还是说, 郭文贵是我亲爹, 这我当不了这个啊! 你说这儿假的造, 你还给我要证据, 还证据链, 谁相信你们呐? 谁相信你们呐? 保定人民, 谢谢啦! 大阪谢谢啊! 所以举证倒置嘛! 袁洪彬大师这个说的好啊! 了不得呀! 人家是有正义呀! 人家袁洪彬大师说的对呀! 举证倒置嘛! 对不对? 许晴小姐告我, 哎呀! 太好了! 我太好了! 我太幸福了! 她要没律师费, 我可以给她出! 说实话, 你们可以转告给她! 她要不告我许晴同志! 不够意思! 你告我! 你要赢了, 我给你出律师费! 输了我可不出! 赢了我出律师费! 哎呀! 贾药亭这也是朋友! 这个, 我的几个哥们都在那工作呢! 不说贾药亭! 水摘啊! 都去北戴河了! 水摘谁管水摘啊! 都演演戏! 过两天又领导出镜了! 哎哟! 摸着老百姓的头, 送几床被子啊! 然后吊几几鳄鱼眼泪! 提前滴点眼药水那的辣椒油! 啊! 然后! 代表党人民发言! 啊! 然后! 这个多难兴邦! 啊! 然后老百姓是坚强的! 然后镜头一撤! 回去了! 谁给懒弄了是吧! 你说现在盗国贼们! 视频造假! YouTube造假! 郭文贵的音频造假! 啪啪啪造假! 然后给我要证据! 要证据链! 你配给我要证据链吗! 你有哪一样事! 你给我要证据链啊! 派出了什么? 李伟东、张志窗、李志窗、韦志窗 这些人来乱搞! 丢人不丢人呐! 丢人不丢人呐! 温州人我觉得是中国的犹太人! 聪明! 讲信用能干! 温州人了不得! 我小时候在东北的时候 最早看到的就是那个 我很小六七岁上小学的时候 就是这个卖那个 就是支的格格的毛衣! 挑着担子! 还有吹的小喇叭! 全是温州人! 哎呀!太了不得了! 而且温州人特别善良! 特别善良! 特讲义气! 很直接! 一句废话没有! 我觉得中国的官员 有来自温州人 真正的温州人 就太好了! 实干! 说实话! 你看温州人 再比较广东人 广东人实在! 不弯绕腕子! 广东语言里就没有骗人的语言 就没有那种胡说八道的话 都比这个现在 什么这个这个这个 来自这些江湖混的 政治骗子好得多! 哎呀! 啊! 纽约的朋友找我喝酒太多太多了! 太多了! 哦! 现在不行啊! 我不能答应你! 乱答应你是骗你! 啊! 杭州太美了! 我现在就想杭州! 哎呀! 杭州人就是过得有品味! 啊! 有品味! 原来这个去过多次杭州 每次去都难忘啊! 哎呀! 啊! 这个徐晴同志! 范冰冰同志! 咱就不多谈了! 我爆料是实属无奈! 他们是弱势群体! 是中国是严格讲是肉体精神和未来都被绑架的群体! 咱们是同病相怜的! 我们这些生意人就是人家的小姐! 所以说咱们互相不伤害! 但是你为了维护你的尊严来伤害文贵! 我能理解! 所以范冰冰! 徐晴同志! 愿意告我! 请来! 请来! 昨天啊! 听说这个! 我还要戴上眼镜啊! 我这眼睛真的是太亮了! 受不了! 这个! 昨天! 那个叫董克文! 现在华人把他称为叫流氓律师! 流氓律师! 叫法拉盛流氓律师! 这个! 在那边扯了个横条! 郭文贵什么1.5亿美元官司什么新闻招待会! 结果到最后的时候我看视频时小屏说你说错了! 那是15亿美元! 你说一个律师连1.5亿美元 连那个15亿美元都搞不清楚! 你说这样的律师他连流氓都不配啊! 然后找了10个人一桌子吃饭! 多少钱呢?20美金一盒饭! 请大家吃饭! 据我所知有明镜的何小平同志! 这哥们太不够意思了啊! 现在是见人就往上蹭啊! 这是不像话啊! 这个! 第二个! 就是那个谁? 那个乔报! 第三个世界日报! 第四个是什么报纸! 四家媒体! 剩下的呢! 这几个人全是凑数了! 然后就叫新闻记者招待会了! 你真的侮辱了新闻记者招待会这个词! 然后呢! 董克文在这块请大家吃午餐! 发信息啊! 公开也吃午餐啊! 我们家真的说实话! 喂狗都不值20美金的那个午餐啊! 你这个20美金把这记者找去! 这些记者真够不值钱的! 也就去了! 坐那块大吃啊! 不知道从哪儿挖了, 那边那儿喝饭! 搞新闻记者招待会! 然后呢! 没人问也没人说啊! 然后呢! 那董克文就一再宣扬这是客户付钱买的午餐! 所有的推友们你去想想! 你一个律师一个记者吃当事人的餐是犯法的! 是违反职业道德的! 就这也吃下去了! 我都怀疑那20美食午餐是不是法拉盛的 很多那个墨西哥的别人给你搞的那老鼠肉给你吃的啊! 真的是很夸张! 结果董克文在那儿把15亿美元1.5亿美元都没搞明白! 你说这种流氓律师竟然来对付郭文贵来了! 而且是盗国贼选的所谓精英中的精英! 你说这个盗国贼有多低级! 在国内骗着老百姓咋骗都是! 天天坐在常委会上! 坐在人民大会堂拿到人民血汗钱! 胡说八道! 到了外国傻了吧! 傻了吧! 就找这么一个家伙来干什么! 你找点有水平的! 你像我那David Boyce叫法律界的核武器 也跟你盗国贼这个也能配得上! 结果你找这些东西来! 你说多丢人啊!你说! 我都不好意思! 这纽约! 纽约! 哎哟! 这消防车啊! 静静吧! 小平是替我打探消息的! 啥都不跟我说这哥们儿! 老天天呐! 我发信息问他还跟我说! 我得职业道德! 你说小平还讲职业道德! 你直接道德你就干这事儿去啊! 吃那20美元的午餐! 吃那干啥呀! 董克文是一个流氓律师 是个天大的笑话! 他的一生都会埋葬在这里! 咱走着看! 时间很快证明! 但是我就觉得付给董克文钱的 专案主、政法委! 你说这一帮连流氓都不如! 你找个有水平的代表我们华人! 你找这么个东西出来! 你看那样! 哎呦!我得娘来! 我这事儿受不了了呀! 这事儿受不了了呀! 还有! 特让我感觉到搞笑的是啊! 还说黄样! 郭文贵同志不要说对不起! 有个表示就可以! 就撤诉了! 你骗我郭文贵傻子呢! 我给她说对不起! 她那小手到处摸! 到处咱那小嘴咱那块 咧咧咧咧! 我给她表示! 我表示什么呀! 我又没摸过她小手! 我给她表示什么呀! 我再说一遍! 黄样女士! 你不告我! 我要是不接受你告! 咱都是小王八! 我绝对不给你表示! 我表示我担心那小手处到我这来! 嘶嘶嘶! 来了!怎么办呢! 千万千万别手势弄过来! 有人替小平说话! 那就算了! 那也算了! 说实话! 我开玩笑! 小平可是个好人! 我认为小平比和平还好! 说实话! 别告诉他俩! 你告诉他俩! 他俩该打架了! 吃醋! 你知道吗! 小平比和平好! 和平老装神弄鬼的! 我给他投资都不让我投! 你说这啥人哪! 你又没钱! 你装什么装啊! 对不对! 你那几个散兵散勇的! 我给他投钱不要! 还装! 我要保释我新闻原则! 你干嘛! 你发人家小平才一千多美金的工资! 让人家怎么活呀! 小平这人是真心想做点事! 和平要做天大的事! 他是有天大的心! 和平要改变人类! 看的问题都是高度! 我到今天为止! 海外媒体界评价中国政治的和平第一人! 前所未有! 太佩服了! 因为他说的人说的事我太多都知道! 所以我从来不说我们不知道和不经历跟我没关的事! 但人家和平说的很多事我都是跟我有关的! 我都能验证! 这俩人是天先配呀! 和平和陈小平这是难得呀! 在未来两到三年所有退友你们会知道! 和平和小平会真正的改变中国人的命运! 他们也是上天派来的! 小平这人很厚道!很忠诚! 是个学者! 和平先生是个满脑子的理想主义者! 他老把自己表现得很现实! 实际上非常理想化的人! 理想化! 理想化! 不要钱! 一堆人! 你看那夏之窗天天从我一出现就给我要钱! 想着发给我要钱! 然后呢! 就差抢钱了! 然后人家和平先生是坚决不要钱! 为了这哥们有点理想化! 哎呀!我这现在是直播是直播啊! 和平是厉害人物! 绝对厉害人物! 有情有义! 这家伙这个脑子啊! 简直是个天才计算机太厉害了! 哎呀! 别老说人家这样! 推友们这样说话特别不好! 人家是又不收你钱! 人家是把生命献出来! 你愿意看人家就看人家! 不看人家拉倒! 别说人家啰嗦! 太不尊重了! 这就是人家口音重! 人家啰嗦! 你这么说人家不尊重! 你可以不看嘛! 又不收你钱! 你也不骗你钱! 咱不要这样推友们! 这个中国14亿人口! 美国600万华人! 说是400多万! 实际600多万! 到现在为止啊! 有几个和平和陈小平啊! 大家要感激吧! 感激恩上天吧! 如果你想想! 咱们这个华人世界没有和平! 没有陈小平! 没有文贵! 你们的生活是什么样子! 推友们! 这是哪是你付出点时间的事啊! 你什么都不知道! 戴上笼套! 捂住耳朵! 蒙上眼睛! 多可怜啊! 是不是啊! 现在我这简单说几个事啊! 说几个事啊! 我太太在那等着我吃饭呢! 刚才来已经叫我了! 我今天试试网络啊! 挺好! 大家你们看! 对! 在那边呢! 从那墙里边伸出东西出来! 这个东西呢! 就是咱的一个核武器之一! 这个未来咱会啪啪啪啪往上发东西啊! 很厉害! 简单的说啊! 就是第一个这几天啊! 谈的最多的就是 这所谓我的啪啪啪视频啊! 这个大家用时间证明那个啪啪啪是不是我的! 我真的是! 这回他们是盗国贼! 真的是证明了这是盗国贼! 他不是盗钱贼! 也不是盗什么车贼! 为什么呢! 你看他专门找了一个跟我的这个人! 这个整个的语音各量都是一样的一个人! 他找了跟我助理什么都一样的人! 然后呢! 用国家安全部总参二部的技术! 因为我太了解他们了啊! 这个原来的马建福部长他们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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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马永平他们经常干这事啊! 就是合成了一个现场是表演的男女两个! 不像原来还是把语音给嫁接! 这回直接是俩人表演! 这俩人的表演就录了一集! 到现在已经八集了! 我今天我刚才为啥我上直播! 我说说一说呀! 已经八集了! 这个这么一个文贵啪啪啪视频! 就是这帮人是用国家机器来对付文贵的! 这一点是大家可以看得到! 任何体制内的人! 你们都应该有感觉! 这是不是用国家机器对付文贵的! 这件事情对我是好事! 因为这些人早晚得死! 早晚得抓! 就会有人会查出来! 是谁动用了国家的机器来对付文贵! 来制造这假视频! 这个视频会来会一百集都会有! 因为什么? 这俩人这活着他就六百! 想啥都行! 明天他随便录个我跟冰冰的! 是不是! 我跟这个李冰冰的! 我跟那什么什么明星的! 各个国家民族的都有! 因为大家一听太像! 连我都吓一大跳! 因为我昨天之前我听一看就扯了嘛! 嫁接音频! 但是呢! 今天晚上就是这个这个! 昨天晚上起床的时候! 我这一听! 哎!这个就像我了! 这是什么? 动用国家力量了! 就是真人演绎! 真人演绎! 所以说那个啪啪啪里面呢! 我还看到上面写的字! 这个我硬的跟铁一样! 我说这回郭文贵平反了啊! 过去是! 举而不坚! 这个! 敬而不得! 得而不赦! 然后所以早谢! 现在给我平反了! 还硬的跟铁一样! 哎呦!我的妈呀! 他真的是! 这演员没选好啊! 这个变化太大了! 文贵有点受不了啊! 过去是不行! 找谢! 现在是硬的跟铁一样! 这是差距太大了! 但是这个东西呢! 会一次一次的会出来! 但是这件事情最大的伤害是谁呢? 我不在乎啊! 我要真干了! 我还觉得我挺厉害的! 是不是! 有啥了! 向推友们证明文贵不是不行啊! 推友们喜欢文贵不行吗? 那肯定不愿意啊! 以前当那个视频出来说文贵举而不坚! 很多推友发私信啊! 文贵我给你送点什么肾药啊! 补补肾啊! 你得行啊! 男人不行可不行! 很担心! 所以推友们不希望我不行! 何况我这个作为一个生意人 我一个普通的百姓 我要跟谁啪啪啪人家愿意 有啥不对的呢? 况且我是中东护照! 多过中东护照! 要娶四个老婆! 合法的! 然后可以拥有一百多个合法居住的妻子! 那也是无所谓啊! 不是我的道德问题! 是让我的家人还有我的助理 所有的助理感到了伤害! 这太阴险了! 因为这些助理的家人都会问他们 你老板给你啪啪啪了没有? 或者说都怀疑他跟我啪啪啪了! 这有问题了! 你王岐山给人家啪啪啪! 你傅政华跟交警啪啪啪啪! 那是犯法的! 为党纪的! 我啪啪啪! 既不违反党纪 我也不违反我的法律! 你说这对这个有意义吗? 所以这道国怎么太坏了! 你知道吗? 用真人版演绎一级又一级 就是伤害我的助理和员工和我的关系! 伤害是无辜的家人! 卑鄙可耻! 用一国之力 去对一个人制造这样的谣言 前所未有! 前所未有! 哎呀! 但是呢! 也挺好! 尤其我这太出名了! 这个昨天老领导给我打电话说 文贵! 啊! 你这个啪啪啪事情我听了! 啊! 这个北戴河现在讲的最多的就是 文贵一切刚刚开始! 你们见识了吗? 还有! 就是鬼子溜的故事! 啊! 北戴河现在是最最热门! 啊! 905别墅是习总书记住的别墅! 原来是锦涛书记和江总书记住的! 现在给习总书记啦! 习习主席啦! 那么这个别墅里被他放东西啦! 那肯定的! 我相信他没有查出来 我就不多说了! 啊! 所以说! 什么我! 哎!我什么我! 炮友父之父! 郭文贵! 深信三条! 啊! 深信三条! 一定也要记住! 朋友的女人和有丈夫的女人 谁碰谁倒霉! 谁碰谁倒霉! 千万别相信这盗国贼们这种恶毒的语言! 那么另外一个啪啪啪呢! 接下来他们会自找我很! 你会发现文贵跟N个世界名人会出来! 所以说老领导说了! 文贵啊! 听说他们要录制100集啊! 啊! 你要小心啊! 我说老领导! 我说那我就不担心了! 我就不搞直播了! 我就要让这些所有的! 这个他们录制的100集 那就把我这个名声就搞大了! 我的YouTube就真的会到100万了! 我的Twitter也会到达几百万了! 我说那就好了! 继续来吧! 那么另外一个啪啪啪这个视频呢! 展示什么? 王岐山同志! 王岐山同志! 这个确实啪啪啪能力不行! 就用那小手啊! 然后再一个变态! 那么这个事情出来以后呢! 王岐山感到很自卑! 我相信对他最大的伤害! 他就是叫人家这些! 又是军婚啊! 朋友啊! 离婚啊! 他就觉得我强壮! 我有力量! 但是他都是吃药的嘛! 可这回我揭穿他以后! 他又觉得把郭文贵造成了一个不行的! 比他还完蛋! 那个男人! 现在郭文贵突然又行了! 对他的尊严! 男人的自尊是个巨大的伤害! 所以啊! 我觉得王岐山同志这次严重受伤害! 严重受伤害! 这回在北戴河见了你说所有的这些老领导的家属! 人家的儿媳妇、人家的闺女见他面说 一握手! 啊! 岐山书记! 信者是吧! 鸭听的! 鬼子溜! 然后都赶快地洗洗手去! 你想人家多难受啊! 你的王岐山那小手和黄山那小手 已经成了一个丑陋的名词了! 是不是啊! 这是很大的问题啊! 所以说这个我的啪啪啪和王岐山的啪啪啪 伤害的是无辜的人! 受到的影响是很多无辜的人! 我求求队友们咱别搞这个了! 这个太下三路了! 这个五毛七毛搞这种下三路! 而且这种无知! 接下来还会有! 那么咱再搞得比他好! 我就等他们出手了! 这为啥我说! 你一定要大家记住啊! 极地要保持这种希望和好奇感! 一旦那种好奇感没了! 你啥就完了! 我昨天! 我上午到中午开了六个小时的会! 一直我讲话啊! 基金的会! 全球发布会! 下午是准备717的会! 开了七个小时! 一直也是我讲话比较多吧! 那么其中当中就是谈到就为啥不放视频! 法律都不允许! 我们可不可以在其他方面做! 我说不要! 保持这种好奇! 保持这种神秘! 让盗国贼们把招全出来! 钓鱼! 让他表演完咱再出招! 而且要合法出招! 千万记住! 爆他的丑闻! 你扳不倒他! 杀不了他! 只有经济和刑事犯罪才能把他灭了! 我们是要对付盗国贼! 推友们千万记住! 我不希望十九大前把王岐山这几个人抓了! 何复正华! 我希望的是十九大之后再抓他们! 那才能达到郭七条才能实现! 郭七条的实现是咱们的重要的目的! 这个你性丑吗? 你灭不了他! 党内现在叫王岐山同志 已经把啪啪啪合法化了! 过去他用啪啪啪搞别人! 后来他知道啪啪啪把自己搞死! 现在任何官员不提啪啪啪了! 你知道没有通奸这个词了! 所以说这个搞不掉他! 只能是丑化他! 所以说呢! 现在大家一定要记住! 别着急! 一定会让满足我! 文贵在此承诺的! 我说过! 我也不把这盗国贼给揭发出来! 如果不给中国人找出两万亿人民币在海外资金! 如果不让盗国贼付法! 我就在这自杀! 抛服资金! 千万别忘了! 我再让特伟们说! 如果我说这个视频要不让你们看到! 文贵就在你们面前自杀! 别着急! 现在一旦把视频出来! 对我们是个重大伤害! 形象! 昨天我跟美国的一个CIA的一个记者 昨天来采访我! 他们非常明确! 他说我们非常清楚你拥有视频! 我们也不想看! 但有一条! 他说! 这些视频美国政府也知道很多! 这昨天啊! 这昨天! 这是一个你们会看到这个报道的! 会看到这个报道的! 所以说大家别着急! 保持这种好奇感! 让他们把这表演! 你看那个董克文! 你看那个流氓律师! 你啥玩意儿呢! 这是不是! 还有这个还黄燕什么! 告我! 什么潘石屹要告我! 是吧! 来呀! 谁要不告我! 那你就是懦夫! 你就是骗子! 你现在到现在海航告我! 连起诉书都不给我! 我这律师打了N字电话! 你把起诉书给我呀! 给我呀! 你说你这个陈锋那么大个人物! 你说造假造成一个个造假! 照片造假! 数字造假! 说话造假! 然后反驳郭文贵! 也是! 就是说我已经告郭文贵了! 你告我呀! 给我起诉书啊! 所以说! 村友们! 你看看他们这一个个的丑恶的嘴脸! 郭文贵说什么话! 一堆人给我要证据! 你们就问问王岐山谁是冠军的爹啊! 谁是刘承杰的爹啊! 孙瑶的妈的爹是谁! 那些房子倒是… 哎! 有个什么阿波罗网昨天我听说! 又说了那些房子不是王岐山的! 那房子是谁的! 那房子不是王岐山是谁的! 那七九年! 八九年都买了房子了! 你等我七七七八年都说! 你瞪着眼说不是! 拿证据呀! 不是王岐山的! 拿证据! 王冠军跟你没关系! 拿证据! 姚青不是海航股东! 你拿证据! 姚青做不做七八七飞机? 怎么就忽视掉了呢? 你凭什么做七八七飞机? 你凭什么做万六飞机? 你做了几百次! 拿证据! 这不都是证据吗? 所有关于王岐山的! 关于傅政华的! 没有一个人给他表证据! 都给郭文贵要证据! 我给你什么证据呀! 我是举证方! 我是举报方! 你是要出证方! 这是个基本的逻辑嘛! 现在所有这些混蛋们! 这些畜生们! 给郭文贵要证据! 你这些简直是该死的这是! 你把逻辑搞错了吧! 杀人我举报杀人犯! 然后现在你抵着举报者! 你摁着我的胳膊和手! 问我怎么杀人的! 我怎么告诉你怎么杀! 我举报杀人犯了! 你怎么把我摁着地上 让我来告诉我! 问我怎么杀人的! 我怎么跟你告诉杀人的! 所以说那阿波罗网说 王岐山有人去查证了! 查证了说不是他! 你把查证的和不是他的证据亮出来! 你凭什么去查证去呀! 谁授予你阿波罗网去查证去了! 还有那夏之窗张之窗! 你是王岐山的儿子! 你是王岐山的私生子! 你凭啥代表王岐山说 他这房子不是他的! 你凭什么代表王岐山说 这个钱他没收! 你凭什么说他没给范冰冰睡觉 给许青睡觉! 他睡觉的时候你跟着他啦! 夏之窗张之窗王岐山睡觉 天天你陪着啦! 还是说你家里人睡觉 你老婆睡觉 他陪着你啦! 你凭什么代表他说话呀! 这不是神经病嘛! 这不是嘛! 你说一个夏之窗! 张之窗! 什么李伟东这种流氓! 还有伟师! 你有啥资格! 有啥权力! 代表人家! 王岐山说他没干这个! 他干那个啦! 你既没有权力! 没有资格说人家没干啥! 你也没有资格说人家干啥啦! 你跟着了吗! 你有证据吗! 你有证据吗! 你凭什么呀! 谁授权你代表了呀! 这不是神经病吗! 所以呢! 整个咱们的这个整个事情 现在很多这是个假象 极端的荒谬的现象 竟然成为了大家还认为接受的现实 什么现实? 完全跟事情不搭嘎的人 竟然代替检察院法官纪委公安 站这儿说话了! 你要证据! 郭文贵你拿证据! 你是老几呀! 你是干啥的呀! 我和王岐山、傅振华是当事方 跟你没有啥关系呀! 跟你没有什么关系呀! 你算老几呀! 所有在网上在任何地方 来质问郭文贵的 一律全都是畜生! 全都是畜生! 因为你没有资格 你听了袁洪斌大师说 他是代表公众人物的 他是政府官员 他应该回答所有个人和弱势群体的问题 那就是王岐山说的 叫全民反腐! 叫人不敢腐! 不想腐! 不能腐! 然后开发了这个中纪委的网站 和揭发网站 然后中纪委会足以回答问题 他做到了吗? 全人类上的公众人物和政府官员的责任和义务 就是回答所有人对他的质疑和挑战 结果现在是谁呀? 李伟东这个家伙 这个滥渣! 夏智窗! 张智窗! 韦时! 还有什么阿波罗网! 《环球时报》站出来 代表了王岐山来回答问题 要向我所谓证据 他要代表检察院公安纪委 你算老几呀? 你算老几呀? 你说你这种连畜生都不如的人 你能代表14亿人民来问这问题吗? 你能代表公安检察院法院吗? 竟然说阿波罗网说我们找人去查了 那房子不错 那次王岐山老婆姚明山 我说姚明山是美国人 你大喊着拿证据拿证据拿证据阿波罗网 然后说国安会拿不证据就是骗子就是骗子就是骗子 完全是假的 姚明山跟王岐山离婚了 这是阿波罗网干的事 和李伟东干的事 博讯干的事 这是夏智窗干的事 结果呢? 我拿出了美国护照 我拿出了社会安全码 没声音了 混蛋你说话呀 你这些畜生啊 夏智窗 张智窗 阿波罗网 李伟东 回答我郭文贵的问题 你们这是这个当了检察官法官 为什么王岐山不回答他老婆是不是美国人 这个艾尼玛是不是他的 那美国房子是不是他的 姚庆是不是他代表他家收钱的 是冠军为什么是持有 海航百分之四五十的这个股权 为什么在过去一千天里边海航从一千万变成了两万亿 涨了两万倍 一千天涨了两万倍 然后六百亿美元转向了海外 老百姓五千万美元转海外都犯法 你们这六百亿美元怎么从这里不到六百天转向了海外 钱去哪儿了 钱为什么转到了你姚庆的私人账号 你刘成杰冠军孙姚的私人账号 你为什么不回答这个问题 我不拿证据了吗 我账号都公布了 护照公布了 射箱码公布了 你为什么不回答这个问题 为什么你们这些畜生不去问问王岐山和傅振华 傅振华的弟弟的语音是真是假的 傅振华给我通话是真是假的 傅老三给我拿我钱是真是假的 傅老三的养的女人是真是假的 为什么有上百亿的资产 在香港那么多公司 然后他老婆李靖在香港有那么多公司 又收了那么多钱 你回答这个问题呀 你们要是当王岐山和傅振华的干儿子 张立凡夏业良 你还是李卫东 还是你韦石 站出来说话呀 告我呀 你来告我呀 结果是干什么 整个中国把VPN要取消 把网络要加盐 人家印着郭文贵的一些刚刚开手的T恤衫你要抓起来 然后呢 到盘古前面说一下支持文贵你给抓起来 哪家的法律呀 环球时报为什么不去报道啊 说郭文贵撒破耍赖 我揭发王岐山 傅振华叫撒破耍赖 王岐山不回答冠军刘成杰孙瑶 美国房产美国护照 傅振华的弟弟真是语音通话收钱 国外账号李靖搞男人搞鸭子 胡舒立搞鸭子 你不说我撒破耍赖 天下岂有此理 岂有此理 流氓突匪都不会把这件事情说 老百姓们推友们你们想想这是何等的逻辑 然后就录制了郭文贵啪啪啪视频 郭文贵没钱了 郭文贵护照美国抛弃郭文贵了 郭文贵被抛弃了你该高兴啊 我有没有护照 我啪啪啪跟你王岐山以上的问题有关系吗 傅振华傅老三 你王岐山傅振华傅老三的语音和你收钱 你老婆美国护照 和郭文贵啪啪啪和郭文贵护照失效 美国不照顾郭文贵了有关系吗 李伟东你这个畜生 你这个夏业良你这个韦石是不是你这个张志窗 你们环球师吧还阿波罗网 你们回答郭文贵所有这些问题 你能给我拿出一样证据吗 给我要证据的时候你能不能给我一个证据啊 你怎么证明他们没干呢 你怎么能证明你凭什么代表他们没干呢 所以说这个是起码的逻辑 这个郭文贵啪啪啪了你也给我拿证据呀 你也拿出你的证据呀 郭文贵所有人说郭文贵是你给我拿出证据来 说郭文贵都没有证据 我被意大利遣返了被法国遣返了我杀日本人了 然后马剑海外资金给我了几十亿美元 我骗了阿联酋钱了 这都是你们说的话拿证据呀 郭文贵让你说的已经剩几百次没钱了 什么打电话要避难了 给法拉盛避难那个斯诺这个混蛋这个畜生 说我打电话两年前就打电话申请避难的法拉盛 你说呀证据呢 一次一次无知下散烂的低级到了极的这种造谣 结果不谈证据 完全还什么谢建生郑接谱认识我二十年了 你拿出来呀认识我吗 这些人都判完了有一点证据 证明有一次说的是对的吗 悲不悲哀 悲不悲哀 推友们你们去想想 像多维阿波罗 像博讯这样害了我们多少年没有文贵出来 你们怎么知道这些人是批着 这个人皮的狼啊 是这个畜生啊 你们怎么知道像李博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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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叫什么那个 白什么熊的这个李伟东 还有像夏志窗还有张志窗 这些人祸害你们多深呢 我说过博讯网站点击率七千万的信息 全部给了北京 博讯是公众媒体 你有资格拿出证据证明我说的是不对的 你两个弟弟在北京收钱 所干的事情尾时 我一定会让你付出代价 你很快你会知道 我跟你打过赌的 你在这年底前你看你会去哪里 还有这夏志窗你不用你嘚瑟 还有这夏志窗你看着 你在美国我要让你过痛快了 你看着啊 你所有的这个非法的资金来源 转账 你所有的这些募捐的钱 咱会有个说法的 瞪着眼说一下话 无知到了极点 你说现在退友们咱们是个人 但凡是个人去想一想 你王岐山在美国一百多套房子 我给你亮出了证据 你老婆在美国是不是号码 海航明显的从一千天里变成两万亿 你贷款贷了两万亿 六百亿美元转向海外 七八七全人类都坐你天天的飞 就你姚庆坐着 空客319 BBC 波音737 全世界人民都知道 就是昨天美国的记者说的 你所有的信息我们全核对 没有一样证明你是假的 你结果让这几个烂仔 一辈子连饭都吃不饱的人 才需要郭文贵还要证据 你视证据如不见 你给郭文贵要证据 你代表了中国十四亿人民的检察院法官 你是荒唐啊 这在任何一个国家 这些人都会被消失在世界上 这些人未来走在中国大街上 一定会有老百姓把人砸死他们的 老百姓要问问 是谁给你们的钱 是哪来的钱 让你做的七八七 波音737 空客319 弯流550 几架飞机服务你这一个孩子 一小时就是六万美元 五十万人民币 五十万人民币是杨改兰一百年的救济金 他一个月三百一年才三千块钱 十年才三万 一百年才三十万 你一个小时就消耗掉了杨改兰一百年的救济金 他完全杨改兰跟他几个孩子不需要自杀 也不需要一行就他老公在坟上来自杀 然后王岐山同志的所谓的防护林 还有扶贫工作 你只要让姚庆少飞上一小时 就能救多少人 这不说话 这都不说话 不要证据 结果现在 这些人说我什么江派和曾派 你拿出证据啊 你怎么不拿证据呢 江派和曾派 什么叫证据呀 事实高于证据 那姚庆满天飞 你所有网友都可以查 那叫不叫证据 那是叫事实 一事实已经存在了 你还要证据吗 你是法官 你是检察院吗 所以说所有推友们千万别忘掉了 什么人有资格要证据 什么人是要证据 他为什么要证据 有的人要证据是要了解事实 有的人要证据完全无理取闹 转移视线 这才是真正的核心 所以这是为什么 这个昨天的老领导说 文贵啊 你讲的是不是事实 我们这些老同志是都会知道的 鬼子六 政法委 傅振华 一定不会有好收场的 他们掌握了我们这些老同志的资料 我们也掌握他的资料 文贵你最大的贡献 就是让所有人来讨论这个问题 大家在这个问题上是一致的 哎老领导说的好 这个好啊 大家所有在这方面都是一致的 想法都是一样的 你这个鬼子六 你傅振华等 政法委 你有没有干这些事 大家都是明白的 有没有险恶用心啊 当然大家都明白的 我代表谁 我代表了真真正正的草根 和私营企业家 我郭文贵我可以说 就像美国这位朋友告诉我一样 我是唯一一个绝对永远不会像下肢窗天天给人家要钱捐钱的人 这就纯粹是骗子 我说外国中国的这个海外民运就像一个垃圾框 什么流氓什么垃圾都在我民运里装 把民运的名声给毁了 给毁了 都是下肢窗让人的 这个民运这个框抓了一堆这样的下肢窗 这个民运牌子给砸了 搞什么政治避难的一帮人 搞什么什么签证的 然后打着民运这方法一帮骗子 把民运给毁了 那么真真正正的 是中国的官员们很明白 就是郭文贵是唯一一个 是不会向别人伸手拿钱的 我也不会去图任何官场 要是任何政治和权利的 我也不图这个名的 如果这个世界上我找出一个像郭文贵一样 不图名不图权不图钱 而真正的为老百姓呼吁的 你们能找出来几个我看一看 我从第一集到现在 我一再的发誓像所有推友们你们永远也牢记 如果文贵有一天是为了名声是为了钱 为了利益 或者为了权利 你们就被我骗了 我就是天下第一大骗子 最该万死 万万死 我不图这个 这衣服啊 这个衣服是这个很特别的牌子 这个是专门给我特做的 就是法国的那个Zili Zili的法国的牌子 给我特做的 因为我喜欢穿着运动的时候 穿着这种高棉纱的 然后呢西汉特别好 所以说很舒服 特做的啊 天下 你说那个人家刘晓波先生被肝癌了 很简单 李友十几年前都肝癌了 也都转移了 换了三次肝都能活 那刘晓波为啥不能换肝呢 大家有没有 所有人都知道 哎呀我哭啊 所有刘晓波要支持 你怎么支持啊 你做什么了 你能做什么呀 刘晓波为啥不能换肝呢 为啥就没人跑到刘晓光医 刘晓波医院去 让刘晓波去换肝呢 谁能给 谁能给这个刘晓波一个正义 给一个真相啊 为什么在三年前我就知道 他要这样要杀掉他了 十九大前一定要让他死 不能让他活着 这鬼子六 现在完全不把任何人放在眼里 据我所知 我的老领导 还有其他一个原来警卫局的朋友给我说 王岐山现在谁不放在眼里边 习主席不放眼里边 任何不放眼里边 钱袋子被他抓住了 共产党的所有人的搞完被他抓住了 是不是丑文 就是小辫子嘛 是不是黑丑文被他抓住了 是不是把柄嘛 钱袋子被抓住了 国际上都是他的战略合作伙伴友谊 你再有本事 我国际上有人支持我 怎么着 国际的枪和炮 国内的钱袋子 搞完把子 然后政法委的枪把子 都是王岐山的 他怕谁呀 谁也不怕 根本不在乎 什么张志窗 夏志窗 李伟东这帮人 你连个毛都摸不着 你这小畜生就是 你永远跟他沾不着 包括那陆郭文贵这种 啪啪啪视频的 这个男女演员 早晚一天得消失 你早晚一天得消失 你一定不会活得老的 王岐山等人 盗国贼们 一定不会让你活得老的 有天你站着说 我当时我演的郭文贵 我演的郭文贵助理 在哪儿录的什么视频 我说你成大爆料王了 那怎么可能啊 必须把你灭了 被肝癌 被肾癌 被车祸 不太容易了嘛 像徐明李明一样 这个在里面突然死亡 像这个雷扬一样 嫖娼 打飞机 弄死他 想一想吧 演郭文贵的 演我助理的那两个演员 你一定要记住 徐明李明雷扬就是你的下场 这上面写郭骗子 请问这位五毛我骗你啥了 我是骗你们啥了 骗你们家女人了 骗你们家钱了 还是骗你们家粮食了 你说郭骗子 你得说我骗你啥了呀 骗子得有目的呀 像王岐山要骗国 骗信用 骗钱 骗女人 我骗你们啥呀 我骗你们啥 郭文贵是骗子 我骗你啥 你想我听听五毛同志 你能不能写点有水平的话呀 骗子 看看人民大会堂 看看中央电视台 如果这个世界上 中央电视台 人民大会堂那个地方 还天天开会的话 你还觉得世界上有骗子 你就侮辱了骗子 你就侮辱了骗子俩字 你看着王岐山坐在开会 扶贫工作 这个如何如何 你现在还有骗子俩字吗 你们是骗子的专业呀 你是骗子的祖宗啊 五毛们 你们敢说骗子俩字 这个天底下 对骗子太不公平了 那骗子 唯一的组织 就是跟你们的领导 你还说我是骗我骗你啥 我骗你们家女人了 我是骗你们家女人了 我是骗你们家钱了 还是骗你们家什么粮食了 还台湾有人告我 我骗她钱发财的 她要求说加在一起诉求一千万 加上灵魂道里加在一起三个亿人民币 加在一起就所有的官司加一起才一百八十亿 我资产是一千二百亿在国内 我国外是三千亿人民币 那算什么钱呢 我骗了你钱 我增长了一万倍 你长点脑子好不好啊 五毛嘛 你要听说骗子能骗几千亿的 这还真是个了不起的骗子 那中国应该崇拜这种骗子 中国来不都该当着骗子去 五毛七毛啊 我们的那些盗国贼们 你们要说谁是骗子 那就是个天大的笑话 我说过 我们生意人和政府的关系 就是老包子和妓女的关系 说老包子贤乎妓女 这个太黄色太淫荡 你不是笑话吗 老包子贤这个妓女 这个这个淫荡 你不是太开玩笑了吗 我这有 谢谢 Thank you 闺女来给咱们送水来了 你妈是不是有吃饭呢 好 看我的闺女多漂亮 哎 谢谢 对不起啊 我这是不能让大家看 我这闺女长得真漂亮 那个照片我非常不高兴 把我的闺女照片弄出来 多丑啊 你看 你要不要看到我真实的闺女 一米七六的个 那气质那漂亮 还有我太太 那片 你不要看到我太太 那你们无法想象 真的很漂亮啊 太漂亮了 这个不但漂亮 还心灵美 各方面都美 各方面都美 所以啊 咱今天这个啪啪啪的事就不说了 这个雅演员的事也不说了 然后这个 董律师的事我也不说了 这丑陋 还有一个 就黄燕同志绝不妥协啊 绝不妥协啊 绝不妥协 然后呢 许晴同志要告我 非常欢迎 冰冰同志告我 也欢迎 但是我还是要再跟你们真实的说 对不起 没办法 破云无奈 然后呢 这个易珠宝 范雅的 所有朋友 我给你们提供重要信息 你们看着办啊 接下来我还会爆料 然后呢 7月17号 是大日子 大日子啊 这个会有一个完全不一样的形式出现 完全不一样的形式出现 这是一个 另外 现在这还真不能说啊 还有一个突发事件 咱未来再告诉你们 再接下来 我希望所有推友们 记住要有耐心 要有耐心啊 咱们千万别上了盗国贼的大 老虫子咱干啥 所有盗国贼让咱干的事儿 咱都不能干 所有的推友们不要跟着盗国贼的脚步走 千万不要让盗国贼把咱给骗了 相信文贵的律师团队 专业团队 全球发布会 会彻底让这些人一次一见封喉 别着急 而且这些我了解 这些盗国贼的组织系统 什么事情需要什么样的程序 像北戴河这会 咱就是让老同志们 达到了商量 成为话题足够了 叫这些老革命 小心防范 这几个盗国贼 掌握他们的黑材料 威胁他们足够了 这些盗国贼们的所有的钱财去哪儿了 知道足够了 都达到目的了 从现在起 其他的一些人 咱都小事儿 你像人家冰冰啊 你像人家许晴 不好意思 非常抱歉 我真诚抱歉 真诚抱歉 这个 我最想的 咱就是 集中目标 打盗国贼 其他人 咱都是 咱都不在乎 包括那几个痴疮 根本不用理他 我让推友们 通过文贵的爆料 找到真相 这是最重要的 还有一个 你们要给自己 拔出隐患 不被害 像这海外这钓鱼网 千万别上他们的当 太危险了 因为你不知道什么事 都被弄进去了 再一个 大家要记住 一定要记住 现役军人 和老退伍军人 易卒宝和范雅 和雷洋事件 709律师 以及刘晓波事件 所有的老百姓都看在眼里 随着文贵的爆料 这些人一定会团结在一起 某一天 就会成为我们真正的 推友们的力量 这是非常之重要的 所以说大家睁大眼睛 就刚才我说那些 基本逻辑倒置 本末倒置 黑白颠倒的事情 大家看清楚 通过文贵爆料 更加让所有推友们 锻炼了所有看事情的办法 看清事情本质的这种智慧 然后我们增大了对真假的辨别能力 等到未来这盗国贼们 再在那儿胡说八道 那专业骗子们在骗大家的时候 大家就有更深的理解了 大家有了辨别能力 我们就会摘掉龙套 拿掉眼罩 拿掉这个 把我捂住耳朵筛子 我们就变成一个正常的人 就把王岐山 盗国贼们想弱民 贫民 愚民的这种东西 给彻底揭穿 14亿人 2亿人 只要清醒过来 我们就一定会赢 不要着急 才六个月呀 才六个月呀 我们要三年的时间 谢谢大家了 谢谢 我要去陪这个太太和女儿吃饭去了 这个非常非常的感谢 所有的推友们的支持 一切都是刚刚开始 谢谢所有的推友们 谢谢 硬盘 硬盘我知道 我一会儿我会把这个视频 放到YouTube上去 好不好 谢谢大家 谢谢 我看到你们这 我真的不想离开 谢谢谢谢